这个高台民居感觉很突兀 它跟周围的现代建筑比起来 在这就是天差地别 而且在一个小坡上 就是一些破烂的土房 而且这是喀什市中心 看一下周围的建筑 周围都是这种高层 感觉有点像印度了 印度电影里的那种平民窟一样 真的很突兀 很多地方还木柱撑起来 感觉都是要塌了 可能可不可以进去看一看 这里面还有人住吗 他现在是要把它拆来是怎么 维修 维修啊 这里面怎么维修 家库嘛 该拆都拆 该家粮都家粮 这些都是老房子 这没啥看 我就和我去你们都来看 这个很显眼 我们在公交车上看这个 跟周围的环境差别很大的 很显眼 有点像那个印度电影或者是那个 那个巴西那些平民窟那种感觉 对 对 是吧 这个是现在是国家把它回收过来了 增收过来了吗 还是 不算是吧 里面没有一个人住啊 以后把它做成景点是吧 就和那边的差不多 和古城那个差不多 如果以后翻新的话 肯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这个以后翻新的话 就没有那种很古朴很很苍杀的感觉了 以后翻新了 扎过来就跟古城那些建筑差不多了 现在这边全部腾空了 我想继续看一下 但是全部围起来了 是不断进去了 高台民居 它里面的都是老房子 真正的老房子 那种土土砖 破破烂烂的 但是这种小型的地匙 但是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是不断的 能有什么样的 寻找的 这种植物 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 我们在增幅里面 是不可能 是不可能 只有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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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